所以各位 第四點就是回到來 就是說 你不可以說 人家要來跟你說家的時候 你說 你方便便當餐 其實人家當然也 人家都跟人家約中島 人家只要帶便當 便當時很多人說 其實廚房也要洗一洗 這樣不可以嗎 你們有被人家叫過跑腿嗎 其實也沒有啦 其實所講真的 客戶基本上都對我們 董事業在這幾年後 其實還都很難 講話講到這就可以結束了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國賢有叫人家跑腿過 關於那個第四點 有時候不是說 我必須是故意叫他跑腿 而是說你知道 很多他們房仲業的新人 你跟他問東他給你答西 你跟他要看這一間 他一直拿別件給你看 他完全他的介紹模式 是按照公司標準的 就是要給你介紹 你根本不想聽 因為我只想要看我看的房子 所以有時候我就想說 那不然這樣你去買便當 我只是把他吃開好不好 真的有這種事情 真的啦 買回來他要跟你講一句 有的沒的說 對不起 你再幫我去買杯茶 對不對 對 我們不是故意叫他當跑腿 甚至他介紹的太懶 是要把它吃開 所以我們要幫我們下輩子 爭取一點這個 講一下話 真的 OK 好 風水老師怎麼看 其實像買房子來講的話 我們講說 有土私有殘 很多人來講的話 一生就可能就只是買這一間房子 可能就是一生的血汗的所在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一開始要找的時候 當然就很重要 所以站在我們風水角度上的 考量點來講 當然是都盡量能夠為這個 來委託的人 來做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剛剛彩灰姐有講到 好地好人家 其實 顯示人主要 你如果真的有機會 租到好的房子 真的旺宅 就像譬如說那個 地位的地方讓你賺到錢 其實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命理師來講的話 他只是會讓你就是 在選擇上面 減少錯誤的選擇 避免做其他很多冤枉路 然後再重新歸零 而且通常你租人家的房子 或者是你買二手屋 你要搬進去的時候 你應該有一些動作 讓你覺得自己心裡比較舒服 因為有一次 我有一個電台的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搬進去這個房子 他住得很不舒服 他問我說 有沒有認識什麼老師 可以教他這樣子 結果他說 有一個老師跟他講說要花 要買這個買那個 花起來要一萬多塊 然後我說 可不可以有沒有必要花錢呢 我說好 我幫你問 就真的很認真地幫他問 結果我說 欸 可是要買一支掃把 這樣會不會太貴 他說 可以 因為他說不要花錢啊 可是我問他 是要買一支新掃把啊 那還是要跟他講啊 對 掃手要錢嘛 對不對 他說可以 掃把我可以 我可以 我說很簡單 老師說 你就買一個新掃把 然後在每個牆壁的 輕輕的 交叉的輕輕的 打叉叉輕的 每一面牆壁都這樣 交叉輕輕 掃手 好 都走了了 對 在我們來講的話 這個是我們 既然你們有這種 風水老師這樣 要花一萬多塊 一支掃手 一支掃手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我們說了 剛好一點解決 這個江湖一點絕 就是要講跟不講而已 那我們以前來講 譬如說像新娘 胎神 就是會站哪裡 會怕掃手心 所以用掃手心掃手來講 很多不好的牆壁都會避開掉 請問一下掃手有牆壽嗎 問得好 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新式的那種 化學原料的掃把不太OK 是我們炒得脹的那種 炒得脹的那種掃把 比較那個 砍的那個稻草 防的那個掃把 比較OK 比較OK 比較好 再來就是剛剛美人節講的 因為那個以前的鬼 不認識塑膠的 對 對 對 是真的 那以為是棒棒糖 像剛剛美人節講的就是 房子如果說是二手的 那我們可能之前的 住的人的運勢低 甚至有兇宅 或者是什麼 不OK的情況之下 掃一掃其中之一 第二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自己住起來 也覺得不平安的時候 最好是請那種高深大德 然後再做一個簡單的法會 那一般得到的高深大 收費都不會很高 再來的話就是 原理是什麼 就好比我們拿到一手二手機裡面 一樣 有電話簿來什麼東西 沒有清掉 所以你會干擾你自己 在使用的品質上 那你之後 把它清掉之後來講 等於是跟一個 新的中古技師 做個小法會或撒劑一下 對 很奇怪我以前 我有認識那個 專門在代租學生套房的包租公 他們有透過那個 仲介公司 在幫他們代租房子 所以他們那個代租房子的小姐 就是他一天會跑 四幾棟 四幾間房子都很熟 他說有一棟 他跟我講 他說很奇怪 其實進去鑰匙一打開 頭就抬不起來 聽他來講 被壓頭啊 不曉得 他說一進去 不知道磁場還怎麼樣 他說頭就抬不起來 然後精神就很差 趕快就出來 出來就請假兩天 然後像那個 我們有時候都會去打聽啊 就說 哪幾棟好像比較常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會作為參考的依據這樣 其實這個來講就是 剛剛講的磁場的問題 那可能是之前來講的話 會有比較不好的問題 那現在來講 有一些網站都還沒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就查詢他之前是不是不好 那易如你有什麼方法呢 我 我是因為 我是就是 反正如果他搬出去 或是我去看房子的話 我就會買那個 我們古早上說什麼麻草啊 或艾草啊 端午節不是會燒艾草 艾草 還有什麼廚杖香 我就會點著 然後就是反正新陳哲林 就每個房間都走一走 繞一繞 然後灑一些鹽在陽台那邊 就簡單的這樣 鹽過米嗎 廖總呢 我大概也是這樣的方式啊 因為其實 你要養魚不是嗎 養魚那個是風水的部分 那像這種就是說 除廢器這種來講的話 灑進這種 我大概就是用海鹽 海鹽加白米 然後你就是 你 反正在你的房子 四周角落 反正都可以灑 灑了大概你至少放個一天 然後隔天再把它灑起來 有沒有什麼時程 沒有啦 沒有什麼時程 沒有啦 對啊 這個是 這個是屬於除廢的部分 養魚呢 養魚來講的話 其實我每家店 我大概都會養魚 以前很瘋啊 都養那個龍魚 紅龍 紅龍 然後什麼 過背金龍什麼的 我沒有養那麼貴的啦 我養那個算橘龍 橘龍 也算差一點 被騙了 真是被騙了 就是說基本上 本來是紅龍 結果一養養養養養 退色 退色啦 色素退掉 然後基本上呢 就是有個魚缸 然後擺對柴位的 然後我會 每個魚缸 我都裝那個沉水馬達 那個沉水馬達是抽空氣 然後那個水 變成從水缸裡面 沖出來 就用一個水柱這樣子 然後這個沖了 對方向還要對 你要往內沖 就把水 水代表柴嘛 然後水這樣 沖進來 水柱這樣沖進來 往內沖 不管有沒有效 其實心情就滿愉快的 滿舒服的 就覺得 對 所以這個是我 我大概以前常常在用 所以各位 如果過年前你要搬家的話 真的不用花太多錢 一隻掃把的錢就滿愉快 好 請你們收看 祝福晚安 拜拜